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道斜坡 借着冷光能看见斜坡的死周呈现出一个十分规则的圆形 动人面面相聚 谁都不知道那里是什么 从方位推算 这里应该就是地宫的所在了 炼石缸很有可能就在下面 妙心望着对面那个圆坑说道 叶少阳说 何以兼得 还记得我们最初遇到的一座遗药的岔路口吗 一边是皇后的墓 这一边一定是帝王的墓了 也就是整座古墓的主穴 我们一直都记着位置 再往前走的话就出了峡谷的范围 所以 地宫只可能是在这里 叶少阳心中震惊 自从下墓之后走的就是弯弯绕绕的墓道 也缺乏参照物 自己早就摸不清东南西北了 估计别人也都差不多 能把位置计算得这么清楚的只有妙心了 不愧是帝氏传人 妙心好声警告了大家一番 然后朝着那个圆形的坑走了过去 来到坑前才能感受到它的庞大 站在边上朝下面看去 这才大致看清了下面的情况 这是一个大约二十米深的深坑 四周斜坡上都有十阶可以下去 但是十分的陡巧 在深坑的底部到处都是人骨密密麻麻的 大部分比较完整 但是所有骨头上都没有肉了 一看就是放置太久 一层层堆在了墓地上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这一幕简直是触目惊心 不过 真正吸引大家的不是这些人骨 而是一红一黑两道气息 绕着深坑的上空盘旋 形状竟若是像两条龙 比较抽象 但依旧能看到主要特征 在这两条龙的中间 随着它们朝了一个方向不断旋转 在两条龙的中间 有无数的黑影 被气体裹挟着 跟着一起旋转 在这两条龙形的周围 是一圈灵光 贴着圆形的石壁 有五道光源 好像五盏灯 凌空悬挂 那条长长的灵光 就是从这五道光源之中穿过 五道光源颜色分别是金 绿 赫 白 红 红 五种颜色 一朝阳一看 就知道是这暗和五行之尾 五行齐全 自称周天 只是不知道这五道光源是哪里来的 面对眼前这个诡异而宏大的场面 大伙心头都是震惊无比 一个个趴在边缘上 瞪到了眼睛望着下方 龙气 这是真正的龙脉之地 妙心望着那两条 象征阴阳的龙形气息 石声说道 身为帝师的传人 年轻的他 还是第一次真正进入龙脉 见识龙气 原来龙气是这样的 真是长见识了 叶朝阳南南说道 龙气中心 就是这条龙脉的风水所在 想必帝王墓就在这里了 妙心望着被龙气裹挟着 不断缓慢旋转的鬼魂说 这些鬼魂 八成是出现在峡谷里的那些 数量上对 除了这里 我们把古墓找了个遍 也没有别的邪物了 其指这些鬼魂 叶朝阳回想起来 除了那两只熔猿 这一路上都没怎么见到邪物 也没见到之前在峡谷里 遇到的那些鬼魂 之前自己还在纳闷 原来都在这儿呢 只是这里离地面挺远的吧 这些鬼魂是怎么出去的 毛小方纳闷地说道 并不远 我刚才说了 这里是正上方 就是那座峡谷 所以这些鬼魂 很可能是从这里面直接上去的 而不是经过我们走的木道 妙心这么一说 大伙纷纷抬头仰望 之前从远处看 只看到上方有一个非常高的穹顶 现在近距离观察的话 只能看到穹顶上方也是一个拱形 形状跟下方的圆形坑相似 穹顶大致光滑 上面刻着一些图案 一圈一圈地顺着圆形环绕 这些图案五颜六色 大致上都是人物肖像 看上去像是佛像 无童一眼就能认出来 这些都是佛门中的神器 但是形象并不是汉传佛教 有点像是藏传佛教 但又不是 于是推测这些 应该都是本教的神 在穹顶的最上法 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黑气 这应该就是某种阵法秘阵 用佛像来镇压 加持某种力量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是我猜测 这应该是跟下方那些五颜六色的光有关 可能共同组成一个大阵 叶少阳听到梧桐的推测 不由深吸了一口气说 通天覆地 两两相望 如果这阵是某种阵法的话 那这阵法也太可怕了 阵法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说法 本质上来说是通过某些东西 人为地制造出一股神秘力量 至于这股神秘力量是好的还是坏的 就要取决于不知阵法的人 你们看那边 是不是人的尸骨 毛小芳突然指着下方的邪魄说道 大伙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 发现在邪魄的石杰上 趴着几个人 身上都穿着衣服 已经破碎的不行了 露在外面的脑袋和手臂 都是白生生的骨头 可见死了多久 妙心一看之下 石声叫了起来 是我的祖先 你怎么知道 梧桐整理一下问道 身上的包 妙心说着 掀起自己的外衫 露出了腰上斜垮着的包 再看那几个人的身上 也背着跟他颜色和样式一样的包 这是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包 用白鹿皮做的 刷过十几层的法药 一来耐用 二来能够防止法药的气息外泄 里面有很多小口袋 方便掏东西 这种包 也算是我们家族的一种传承 你们看 他们身上的衣服 都快腐蚀了 但是包还在 我们家族的一种传承